109年环保志工的高峰会 24号上午是在宜园度假村来举办 来自全县13乡镇的环保志工 总计有166个志工分队起居一堂 分享在环境维护上面的成绩 同时环保局也表扬了 推动环保议题的机优厂商 鼓励在地业者能够持续的推动环保业务 为了让花莲环保志工 在多年来的环境维护上 有更卓越的成绩 花莲县环保局24号上午在宜园度假村 举办了109年环保志工高峰会 来自全县13乡镇的环保志工 166个志工分队起居一堂 分享在环境维护上的成绩 县长许正位也特别到场之意 今天来到我们的志工 环保志工大队的聚会 正位更要谢谢我们所有的环保志工 166个志工队 分布在花莲13个乡镇 尤其是很多的牺牲贡献 贡献牺牲的付出 没有人是看得到的 但是我们却能让一个观光大县 一个全国土地面积最大的地方 而在环保生态 在我们的环境领域都能够做到最亮眼 每一年环保局都代表我们所有的环保志工 到中央去领取我们的特优奖 我们的金子奖 在这里正位要代表花莲乡亲 感谢我们所有的环保志工 因为有你们让我们安心与游 让我们在花莲凝确着 让我们能够持续持续的不断往前走 所以任何困难 我相信我们洗手工程都可以走过 并且花莲县环保局也表扬了 推动环保议题的机油厂商 并鼓励在地业者能够持续推动环保业务 加强环境保护的观念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